為滿足香港持續發展的需要 政府以多管齊蟹的方式開拓土地資源 本港山多陡潮、岩石堅固 適合作發展岩洞之用 成為其中一個土地供應來源 現時政府已有不同的政府設施設置在岩洞裏 包括赤柱污水處理廠、港島西廢物轉運站 大嶼山、九室灣政府爆炸品倉庫 以及我現在身處的西區海水貝水庫 政府正積極推展多個搬遷或設置合適政府設施在岩洞的項目 以善用土地資源、改善城市佈局及環境 以及提升相關設施服務質素 當中,巨毛署正分階段推展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項目 現在就在沙田、呂婆山挖掘和建造岩洞建築群 是香港現時最大規模的岩洞發展工程 完成搬遷工程後,可改善燕子附近環境 並騰出約28公頃土地,主要作創科發展之用 水務署已展開搬遷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 通過岩洞的建造工程,可以騰出位於皇大仙區 現時約4公頃的珍貴土地 用作興建房屋及社區設施 土務工程拓展署也計劃在安達神道石礦場發展用地的山體裏 建造岩洞 以重置現時在九龍灣的公務中央試驗所 以及興建新的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中心 其他還有正在進行著 陷查研究及設計的搬遷荃灣2號食水配水庫 及油塘食水及海水配水庫群往岩洞的項目 兩個項目可以分別騰出現指連同比輪約6公頃土地 作興建房屋及社區設施之用 另外發展局正聯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一起探討發展岩洞數據中心 以利用岩洞安全而有穩定的環境 提供用地支持數據中心的持續發展 並且舉辦論壇和業界人士分享及交流 雖然發展岩洞在特定的用途及環境之下 它有各種不同的好處 但我們需要顧及它的技術上的限制及考慮 未必適合所有類型的設施 首先在岩土工程的角度 發展岩洞的位置是需要有足夠厚度的石層 去發展岩洞所需要的空間 如果對上地面或附近有其他的設施 例如建築物的地基及地下隧道 就有機會限制了岩洞發展的潛力 另外岩洞發展是由多條的岩洞 和連接隧道組合而成 並有間隔石柱支撐整體岩洞空間 由於不能夠平整一大片土地 因此發展岩洞未必適合設置一些規模較大 但不可分拆的設施 最後鑑於發展岩洞需要較高的成本 以及較長的推展時間 政府需要小心考慮不同發展方案的成本 以及對周圍環境和社會影響以達至符合成本效益 進行岩洞工程是需要克服不少困難 其中最重要的技術挑戰 就是在複雜地質環境下在地底進行爆破 為了提升岩洞工程的質量和效率 我們積極地應用創新科技 例如工程團隊在挖掘岩洞的過程中 會使用被有監察系統的智能轉滑機 在爆破面轉滑炸藥孔時 可以將岩石轉孔數據傳給工程人員進行分析 以優化爆破設計及提升工程的質量 另一項創新技術是使用混合實境科技 在工地現場使用特製眼鏡顯示器 可以投影爆破設計圖像 協助監督人員同一時間檢查數以百計的轉好準確度 提高驗證程序的準確性 以及減省工序時間 未來,我們會繼續按照每行政府設施的性質 就安全、運作、環境、技術、財務等範疇 與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合作 評估設施是否適合作岩洞發展 以善用香港岩洞空間資源 提高驗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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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驗證程序